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现在各个学校和幼儿园的课程结束 暑假正式开始 然而我市的大部分的孩子也没有闲着 舞蹈 拼音 还有奥数 篮球 各色各样的培训班迅速进入了他们的暑期生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参加培训班的孩子的年龄是越来越小 连一些还在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家长就已经给他们报了各种课程 二十五 羽毛球 国际象棋 那你喜欢哪一个 羽毛球 跆拳道游泳 羽毛球 四岁多 舞蹈课开始学 报了一个就是拼音班的二期 对 在八月份 只有一个 七月份是他有一个舞蹈班 就是因为要考级了 所以有加课 大家都是差不多有两个班 三个班再上 学期这样吗 可能有报四五科这样 甚至五科六科都有 通常家长一般都是三科打顶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 不少家长表示 暑假里孩子至少有两到三个培训班要参加 有些家长甚至给孩子报了五六个科目 而相比往年 培训班学员低龄化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像五元湾运动馆 今年暑假期间就开办了篮球 足球 羽毛球 游泳等培训班 报名情况相当火爆 那从目前的这个 报名的情况来看 比去年可能有增长了30% 家长对于这个小孩子的 这个身体健康什么都很重视 所以一到这个 暑假的时候 特别是幼儿园这一段 都很多就输送过来 我们这边来培训 而我市的一家培训机构 也在今年推出了幼小衔接的课程 来报名的全部都是幼儿园刚刚毕业 准备要上一年级的孩子 他有这个需求 所以总的来说 这样对这个 就是幼小这一块的家长 他的意识还是非常高的 以这家培训机构为例 在增加了幼小衔接的课程之后 暑期报名量大幅攀升 同比去年增长了200%多 新增的这一部分数据 大部分是来自于幼儿园 刚刚毕业的小朋友 对此不少家长表示 给孩子报了这么多科目 他们自己也会觉得孩子的压力有点大 但孩子正处在培养初期 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和学习习惯 有学游泳 那个台前道 还有阴影 也是有点多了 我还觉得 以前小时候就想说 什么都给他报一下 然后看他慢慢长大 然后看他自己 会在哪一方面会更有兴趣 就这样子 然后再精简 比如说是像体育运动啊 文艺类的 就是抱着让孩子去参与 去感兴趣培养以后 长大以后的一个生活的乐趣 看来大部分家长 还是担心自己的孩子 会输在起跑线上 对此呢 教育人士认为 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提供 寓教娱乐的学习氛围 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 培训班不是不能报 但是怎么报这里面 还是有很大的学问的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家长对孩子期望很高 希望孩子学习成绩拔尖 多才多艺 是造成家长为孩子 报多个培训班的原因 对此教育人士表示 部分家长对教育理念 以及儿童成长的规律 不够了解 才会把自己的担心 强加在孩子身上 而在孩子的成长初期 如果要选择培训班 首先要考虑的是氛围 授课行事轻松活泼 支持量不要太过充足 才能让孩子更轻松地去接受 幼儿园阶段 这个时间 他主要是玩耍 玩耍就是他的工作 就是他的天职 那么孩子 他是通过游戏 来获得经验的一种认知 情感的一种提升的 不是说所有培训班都不好 但是你的培训班 他是否遵循 这样的一种教育原则 专家表示家长作为成年人 判断能力要优于孩子 在为孩子报名培训班时 不能完全基于自己的喜好 更多的是要观察孩子平时的生活 去发现孩子的天赋和兴趣点 而在发现了孩子的兴趣点之后 也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展开学习 不宜太早地去介入这部分 因为他违背孩子的一种生理特点 所以他就会从心理这方面 就产生一种厌恶 其实他是有天赋的 可是在还不是学习的最佳时期的时候 我们家长强加给他 除了文化科的培训班之外 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拥有一两项才艺 但部分家长一口气给孩子报多个兴趣班 让孩子在学习中自主选择 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择 一到两个最适合孩子的 让孩子坚持学下去 比如说音乐 美术 那在这部分他的天赋 优于同年龄的这些孩子的话 那么家长选择这个部分的培训班 进行报班的一种学习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可能要把握一个 这个一旦报了班以后 一个是要跟孩子一起坚持下去 从坚持的这个角度来讲 对孩子的品质培养了 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本台记者报道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接着看新闻 最近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 位于三二四国道旁的 灌口农产品市场外 占道经营现象严重 不仅影响了交通 而且造成的脏乱差 也影响到了周边的市场环境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今天一大早 我们的记者也前往现场 进行调查 早上七点多 在三二四国道 灌口农产品市场大门口 记者看到 门前150米长的路面上 占道摊贩一字排开 有经营瓜果蔬菜的 有经营豆制品早餐的 大概有40多摊 将原本的三个车道 挤成了一个 早高峰时段 很多车辆在通过这一路段时 都相当费劲 只能归宿前进 有时候甚至要等摊贩 挪开地方才能过得去 每天都这样 非常不好开 特别是这个时间段 每次都迟到 正常的话 应该是两条道 加一个应急车道 他们把应急车道 和右边的行车道 已经占领了 所以这里就很堵 堵到一两个小时 差不多要堵两三公里吧 因为我堵到那边了 我又是堵到在 那个斩脚的那个地方去了 战道精英除了造成交通拥堵外 大量的烂菜叶 塑料袋等垃圾 也被丢弃在路面上 经汽车碾压后 造成路面上满水无垢 散发出阵阵臭味 现在两个市场 里面的一个市场 外面一个市场 干嘛也要影响卫生 那大大少少 肯定是有一点 一看下地摊 这边要扎兮兮的 随后记者拨打了 城管投诉电话 二十分钟后 集美城管执法人员来到现场 一些战道摊贩 在执法人员的劝说下 开始把摊位往道路内侧移 而有些摊贩则视而不见 你一般摆到七八点钟嘛 人很多呀 你到里面去买 不到里面去 你那里面没有位置啊 要出钱呢 在这边摆摊多久了 可能有两三年了嘛 人来管吧 这里啊 城管每天都 经常小摊小贩会 时常的出没嘛 然后我们讲了 就他第一次听 然后第二次还会继续 然后就会引发 就反反复复的 虽然城管部门天天来管 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战道经营的现象一直存在 如何疏赌 结合来整治这里的乱象 看来相关责任单位 还得好好想想办法 我们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本台记者报道 不少人啊 都喜欢在家里养宠物 养一两只小猫小狗 的确会给生活 增添不少乐趣 可是一旦宠物养多了 又照顾不过来 就会产生问题 最近有市民 项目栏目反映 他是住在石亭路的感光宿舍 他说了 他有个邻居 收养了九只流浪猫 家里经常会飘出异味 非常影响周边邻居的 正常生活 根据小区居民反映 记者来到了石亭路感光宿舍 在107号宿舍楼三楼 林先生家中 记者看到 有八只猫生活在阳台上 林先生说 他一共养了九只猫 这些猫都是自己 从附近捡来的流浪猫 已经饲养了很多年 白天这些猫 就生活在阳台或者户外 晚上他会和这些猫 一起睡在这间 十平米左右的小房间里 附近邻居说 林先生养猫 大家都能理解 可是由于照顾不周 这些猫已经影响到了 大家的生活 当时养小的 小的就有跳掌 你知道吗 楼里楼下 原来我们这边都有住 大家都搬走了 不敢住 被咬了 小孩被咬了 全部都是 然后等猫长大了以后 猫死就多了 太臭 因为他长期养猫 养猫他要冲息 他整天四五趟用水泼 那本身抑制版 水一直渗下来 所以是长期他泼水 剩下来的水导致我们下面 楼下这户邻居表示 由于长期漏水 家中的墙皮都已经被泡坏 而且最近林先生家中在装修 在施工时 又将楼下天花板打破了一个洞 这让楼下邻居更加担心安全问题 随后 记者与林先生进行了沟通 表示可以帮他联系流浪动物救助站 将这些流浪猫送去 但林先生却不愿意 另外林先生告诉记者 邻居们投诉的漏水装修等问题 他都会尽量去解决 随后记者来到振兴社区居委会 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附近居民经常投诉 他们也多次前往林先生家中进行劝导 虽然每次林先生都满口答应 但却一直没有整改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经要求林先生 在本周五之前将流浪猫自行处理 如果逾期未处理 居委会将联合辖区派出所 强制将这些流浪猫带出小区 记者雄伟高志强报道 上个月19号 我们栏目曾经报道了 因为持续集中降雨 造成狐狸金上路一处挡土墙 出现滑坡 危及附近楼房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当天呢这个抢险部门就利用 沙带对滑坡处进行了临时加固处理 为了尽快消除这处地质安全隐患 近日市政部门开始着手 对这处挡土墙进行重新建设 上午 记者在经上路林后设挡土墙滑坡路段看到 往方湖方向的右侧辅路 已经被围挡起来 围挡外侧设置了一条临时人行通道 围挡内 一台大型机械正在对挡土墙下方的地面进行钻孔 几名工人用混凝土对坡面上裸露的土体进行固化处理 施工单位 厦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过他们前期勘察 斜坡上的这几栋建筑正下方 采用的是装机基础 为了避免影响这些装机 经过研究 他们决定在这个斜坡上 新建悬壁式挡土墙 打一排那个抗滑桩 它起到一个极坑支付的 边坡支付的作用 然后在打完这个桩以后 在上面做一排衡量 把这几根桩全部连成一个整体 梁上面再做这个挡墙 等于说形成 这整个三个东西形成一个整体 那对于这个坡 就是起到一个永久加固的作用 施工人员说 他们预计设置45个防滑桩 来作为挡土墙的基础 防滑桩采用钢筋加混凝土结构 深度约11米 能够起到稳固边坡的作用 考虑到下雨的因素 预计整个工期需要40天左右 另外当时出现滑坡险情后 挡土墙上方房屋的居住人员 已经全部撤离 建设单位表示 等到挡土墙重新建设完成后 技术人员还要对房屋的 结构安全进行勘查 确认房屋是否适合人员居住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就跟这些业主保持紧密沟通 现在就说上面这些楼房的 所有的人员全部撤离 施工期间内 所有人员一定不得进入上面楼房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就有请第三方监测过来 对房屋的侧疑什么情况 都一直在看一看 记者何鸿林 吴国豪报道 天溪水库群 是我是规模最大 供水量最大的水库群 同安 祥安两个区 几十万居民喝的 都是天溪水库的水 为了提升水库的水质 2015年年底 相关部门就开始 对水库上游溪流 展开清理整治 经过一年多的治理 近日作为天溪水库上游 主要水源之一的茂林溪 率先完成了生态治理工程 并通过验收 那么如今的茂林溪 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茂林溪位于天溪水库上游的 五丰村 是水库来水的主要水源 走在溪边 清澈的溪水 碧绿的溪岸满眼都是美景 而在两年前 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溪水长时间冲刷 在一些溪流拐弯处 滴岸损毁严重 如今一面面崭新的生态石笼挡墙 将溪岸装饰一新 除了清淤输菌 石油腹部分被冲毁的低岸外 要改善水质 最关键的就是洁污 为了不让附近村庄的生活污水 直接排入溪流 此次茂林溪整治工程 还重点对沿溪两侧较大的 排污口进行洁流 并采有人工湿地工艺 将污水净化 在我身后的这个 就是五丰村最新建成的人工湿地 那通过一些洁污设施呢 现在村里的所有污水 都会进入这样的湿地 在湿地中通过生物净化和历时沉淀 从这个湿地排出来的水 已经可以达到二类水质的标准 用历史床给它过滤以后 再通过那个生物降解 就是水生植物降解 然后净化以后 入溪通过我们这个人工湿地 它就达到一个水质净化的作用 每整治的时候那个污水 就是乱流嘛 现在经过那个污水水处理 经过过滤净化水都很清 除了茂林溪外 目前停息水库上游的 另一条主要支流造水溪 也正在进行生态治理 现在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通过这一系列的溪流生态整治 天溪水库的水质 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记者公家一二人节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一大货车转弯时测翻 司机被困 多部门前往营救 世荣考评人员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杏宾街道部分村改居社区 垃圾落地问题非常突出 也非常顽固 世荣寻报我们来关注一下 世荣考评人员在过年后就发现 杏宾街道所属的部分村改居社区 像背头路外围 宜兴路 马链路 马链村口 层尾路 马链村口 后尾路 后尾村口 均存在突出的垃圾落地问题 有些垃圾直接丢弃路面 有些则是因为垃圾斗和垃圾池 管理不善所致 问题点都在显眼的路口或路边 对于世荣观瞻和行人过往 均造成了显见的影响 而且这些问题在被提出后的四个月时间 毫无改观的迹象 像层尾路和后尾路 沿途村口 垃圾池和垃圾斗脏乱的问题 多年前 世荣寻报就曾经曝光过 而今问题依旧 考评人希望上述突出存在于村改居社区的问题 能够引起星宾街道管理部门的重视 尽快改进落后的垃圾收运方式 记者刘华报道 在昨晚11点20分左右 在海祥大道拐向极美大道的扎道上 一辆大火车在拐弯处发生了侧翻 司机被困驾驶室 街道报警后 公安消防120等部门火速赶往现场处置 现场处在海祥大道拐向极美大道的扎道拐弯处 一辆大货车冲出了扎道 侧翻在路边的绿化带上 车上拉运的大量沙土也倒了出来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扎道的一段护栏被撞飞 而且大货车车顶向里凹陷 司机被困在驾驶室内 更加让人着急的是 测翻后货车的油箱也有泄露 情况紧急 赶到的消防官兵马上使用液压工具 营救被困的司机 大约20分钟后 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 并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据现场人员说 货车测翻可能是由于 他在拐弯时车速过快造成的 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警方的证实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 相关部门还在调查当中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有两名狡猾的毒贩 为了逃避打击 专门选择在下张两地兜圈子 司机和买家交易毒品 然而他们的行踪 早就被海仓警方盯上了 当双方刚刚完成交易 就被民警抓获 当场缴获海陆因355.8克 5月1号凌晨 海仓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 有人在青椒村周边贩卖毒品 而且数量较大 海仓警方立即展开侦查 当天中午 民警发现嫌疑人 是采取人祸分离的方式进行交易 其中一名嫌疑男子 在海域路附近出现后前往张州 而另一路民警侦查发现 在张州与海仓的交界处 嫌疑男子的女老板 正在一辆轿车里 与买家确认毒资 为了安全起见 狡猾的老板一直在更改 收取毒品的地点 最终 嫌疑男子在张州 与老板和买家会合 拿出了交易的毒品 民警当场从车上的一个鞋盒内 搜出重约355.8克的海洛因 以及毒资近26万元 随着案件深入调查 警方掌握到 提供毒品的上家 是一名邓姓男子 5月16号清晨 警方冲击了邓某 位于张州的住处 那他是打算从14楼的 卫生间的窗户 打算爬到隔壁一栋 那因为他本身身材比较矮小 那当时没有爬过去 只能挂在窗户上面 那民警从那个 主卧的门破门进去 把他现场抓获 警察 三名贩毒嫌疑人都来自云南 其中女老板龚某和贩毒小弟吴某 都是90后 两人都有犯罪前科 目前三名贩毒嫌疑人 已经被批准逮捕 记者郁伯菲 段志伟 特约记者林景报道 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空气质量情况 签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评价 环境空气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22 空气质量为优 塑料在我们的生活中 广泛的应用 大家都知道塑料是不能吃的 但是科学家研究发现 随着塑料污染的加剧 塑料正慢慢地渗透进 我们的食物链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来了解 工艺化社会 越来越难以停止 使用塑料包装 自1970年以来 塑料包装的使用量 大量增加 流入大海的塑料垃圾数量惊人 这类垃圾原本就难以分解 进入水中后 要分解更加困难 塑料需要耗时大约400年 才会分解成纳米尺寸般 微小的物质 浸泡在水中的塑料垃圾 如今已几乎完全渗入到了 海洋食物链的每个环节 小至鱼仔 大至鲸鱼都不能幸灭 因为塑料从颜色和大小来看 都像极了浮游生物 因此被鱼吃进肚子里 在消化过程中 塑料释放的毒素 也开始被鱼肉吸收 海鲜是人类的主食之一 海中生物吃下人类制造的塑料垃圾 这些垃圾最终通过食物链 进入人体 人类可谓是自食其过 塑料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质 这种物质怀疑会造成 人类生殖系统功能生变 患乳癌的风险增高 另外可能和儿童生长模式异常 以及神经发育迟缓 免疫系统功能发生变化都有关系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下面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很好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性广场的 全部内容 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精神代言者 但如果缺乏管理维护 就可能会变成城市中的视觉污染 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会来关注城市雕塑管理的话题 也欢迎您准时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